Nale聊世纪 天天荣幸 大家好 我是Nale 今天来看西班牙人对上意大利人 这场比赛是TT的阿拉伯地图 好 先来介绍一下 红方选择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火枪兵的射击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建筑工的建造速度也很快 而且每研发一个黄金石 每研发一个科技石 黄金都会加20 那兵工厂的肉 他只需要肉 不需要黄金 就可以研发科技 所以种种因素让他很适合打黄金兵种 甚至后期转游侠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勒纳弩手 这个弓箭手单位是可以克制骑兵单位的 而且他的火箱和火炮都特别便宜的 意大利人升级时代时还有折扣的减免 所以在升时代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优势存在 意大利人主要是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骑兵 工兵都可以打 有拇指环 也有大弱码 步兵单位还有傭兵可以用 火箱火炮也是特别便宜的 缺点就是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 这是意大利人的唯一缺点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会怎么打 这边一大利人是直接先去两个人伐木 那这边是补了一个房子 两个房子正常开局 待会要再补一个了 补在后面 没有看到 先把后面围死 右边这边也可以稍微围一下 那这边是选择了先赶路 把所有的路赶一赶了 那这边西班牙人 这边也是在赶路 这里也是最后一头路了 把这个路赶完就可以出门了 那职业选手们 大家都是大概6分内 会把这个路推完 有时候找的比较慢 6分或7分钟会把它推完 通常7分钟会有点太慢就是了 因为7分钟的时候 通常已经有人点封建时代了 所以通常要在6分内 结束这些事情 如果真的太晚出门的话 侦查会做不到位 斐龙被对方节奏带着走 好 那意大利这边是把所有的路推完了 诶 这边 看一下 喔 西班牙我过来侦查一下 西班牙 意大利人这边是在右边 先看一下这个羊 啊 怎么找到了 好 看到这方落马 这边高打第一反击一下 对手这边细节做得不错喔 这边在平面打会打输喔 落马操作看一下控制 这边高打第一 这时候也知道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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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越打越劣势 这边可能会打输 最后是打输了对手的落马 那一带一人一升十代 直接点下了一级伐木跟一级农田 补了一个冰工厂 后面补了一个马舅 正常的落马开 這邊農田要早點傻 因為待會按落馬會很缺落 農田早點傻 還有這個建造時間 趕快讓他解除這個建造時間 就可以趕快轉落馬 西班牙這邊也是走一個落馬路線 那這兩邊一個共同特點 都是兩邊都是全能型的文明 都可以打劍兵步兵 還有騎兵都可以 西班牙人除了不能打工兵之外 基本上也是全能型的 因為西班牙人通常 他也不會去打工兵 因為他的奴兵不能升級 這裡有一隻村民被抓掉 這裡又抓了一村 這裡直接偷織布被懲罰 這時候織布技術才補下 義大利人這邊實在是太偷了 反而被偷了兩隻村民 太虧了 我想說這個村民怎麼那麼脆 沒有穿衣服的村民還是有點慘 後方看一下這裡 兩隻落馬 稍微繞一下 這裡有兩隻落馬 要再繼續打嗎 好這裡兩隻 三隻對兩隻 這裡要再補一個槍兵過來 好三隻落馬 家裡補槍兵 那落馬就可以出門了 這邊看一下西班牙人 要不要把這個落馬派出去 騷擾呢 還是要把槍兵留在家裡做防守 把落馬出去打架 或者是全部都在家裡防守 西班牙人這邊是專注撒田 已經撒上18片田了 非常快 但是這邊也差不多 兩邊都是差不多時間 14片田 這裡是14片 這是18片 這裡有四隻村民是柴果的 右邊這邊來圍到底 好 打到這裡是先守 右邊這個位置 落馬先來看一下 有沒有落馬過來 防守還是做得滿到位的 這邊用自己的落馬去測試一下 有沒有洞 左邊這裡有個洞 很細很細 兩邊的打法都是屬於防守反擊流 所以我們前期應該是可以快速濾過 沒有辦法看到太多的打鬥 好 上方落馬稍微測試一下 這個沒有洞過去 那怎麼測試對方有沒有洞 就是直接把你的落馬按對方右鍵 如果有洞的話他就會走進去 沒有洞就會擋在門外 好 這邊四頭直接打這個馬就 馬就稍微被輸出了一下 後馬回來反擊 戰場開到了意大利人家裡 西班牙這時候點下了城堡十袋 好 意大利補下了一級蛙筋 還有城堡十袋升級 好 一級鍛造技術也補下了 這裡看一下 這裡有點危險喔 好 西班牙點下了品種 等一級鍛造技術 意大利人這裡點下了鍛造技術 但品種還沒有好喔 這一波品種好可能會打起來 槍兵第一時間還是想要攻擊肉麻 肉麻這邊不能繞喔 會有點危險喔 這邊想要吸引對方槍兵去打肉麻 但是對方的槍兵完全無動於衷 一直對著意大利人的槍兵一陣輸出 意大利人的槍兵全部倒下 這樣變成意大利人變得非常劣勢 因為剛剛槍兵完全沒有被吸引到 唉 這邊細節非常的細癢 好 這邊打出之後 意大利人這邊要想一下 這裡要不要轉挖石頭呢 看一下 欸 有挖石頭 這邊挖石頭 轉勒納爾弩手 打西班牙人 打西班牙征服者 或是騎士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是 工兵 寶兵是工兵開的情況下 要大量農出來喔 並不太容易喔 很吃黃金跟木頭 而且木頭又是農田的重要材料 而且要開TC喔 所以這邊哪時候轉 轉這工兵也是蠻關鍵的 好 這邊對手來一個雙向偵察 唉唷 這邊槍兵都走得還不錯喔 直接走兵兵嚼嚼 看有沒有開TC 唉唷 確認對方有開TC 那自己也要趕快開3TC了 先2TC開農 再決定要不要轉3TC 是一個好習慣 不過對方是打一個單TC all in一波的話 那很容易會扛不住 那雙TC的話 人家強軍師還是有機會守得住的 而且也可以拿到一些經濟優勢 好 那西班牙人這邊是補下了新騎兵 之後 按了一些僧侶 這裡僧侶的數量來了兩隻 好 3TC 開始農 然後義大利人這裡是補下了二級農田 二級農 二級木 手推車 沒有補 西班牙補下了手推車 3TC 農起來 後面兩隻僧侶 稍微著想一下 四隻肉馬 稍微繞一下 這裡有八隻輕騎兵 哇 這個輕騎兵適量會點多 好 左邊稍微衝過來看一下 欸 這裡看一下 哇 這個肉馬還在啦 沒有到我家 這邊想要抓一下 生旅 這裡是孟加拉虎 兩隻 兩隻大貓咪 在追著槍兵玩 他想玩他手上那根槍啊 好 一打一人補下了城堡 城堡這裡就可以開始量產 這爾納爾弩手 爾納爾弩手是義大利人的關鍵單位 好,爾納爾弩手開始產生出來 但他的缺點也很明顯,手很短 但是他的血量是可以扛住一巴投石車的 算是一個小小優點 以中國連弩來說的話 只有40滴血很難扛住投石車的傷害 這個差五滴血就差很多了 好,那西班牙人這邊是點下了戰盲兵,還有一擊射 好,這裡點完之後,指出戰盲大戰 打這個勒納爾弩手勢輕輕鬆鬆 那這邊轉戰盲的話,TC就要多開一點了 OK,5TC開了,我就是開的有夠多啊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更誇張一點 4TC我就覺得很過分了 5TC有點... 把對方當對手了 好,後面這邊,生旅,招牆 好,這裡城堡補在中間的位置 兩邊都沒有大打鬥,都是在一個開龍 好,稍微出兵 換壓力,兩邊都想要走到後期 那這個投石車點掉 哇,這個投石車沒點掉的話就會出事了 洛瑪這邊點下了一擊馬凱 好,這裡補下了一個防護場 好,平走,輪走技術,依序補下 西班牙人這邊投石車,預判 呦呦,差點打到 可以拉一下 好,這裡平走,二級馬凱 還有輪走技術,也都補了 一台一人,這邊也慢慢把科技給攀上去 轉了幾隻騎士出來 西班牙人這邊還在弄 先弄到地龍時代,我們在打架好不好 好,有一種這種味道 在帝王前,我們先暫時小打小鬧 各自擴建自己的領土 好,兩邊的臭米樹,差距有點被打出來了 117吋,對上107吋 臭米差數約為10吋左右 那義大利人,這裡 在升級還是有點壓力的 原來這裡補了一些弱馬的關係 所以現在帝王時代不太好點 而且還補下了二攻 似乎以為對方會跟他打個帝王 打個城堡時代 結果對方直接上帝王 那塔塔這裡應該是意識到了 快一點點帝王啊 再不點就沒機會點了 好,這裡稍微拉錘一下 贏掉了一堆戰毛兵 用時代補下 但時間差距已經來到了2分半 然後用這一波機率 看能不能打到一些東西 這邊用熱納弩手直接射擊後方的僧侶 但是被遭到了一隻熱納弩手 好,西班牙人點下了增兵技術 化學跟三級射 看來是要走戰毛兵 路線 然後要不要轉遊俠呢 這個是有點疑惑的 因為西班牙人後期 只能打遊俠跟武昌兵 這個西班牙人征服者 所以這邊就是他的一個轉折點 他只能從這兩個單位裡面選擇一個 當然兩個都可以出 但會太吃黃金了 很容易沒有辦法順利量產起來 甚至是這個遊俠升級也很難點 好,那最終西班牙人這邊的選擇 是點下了西班牙征服者 而不是遊俠路線 似乎是意識到熱納弩手 遊俠不太好解決 但感覺西班牙征服者 也不太好解決啊 西班牙征服者遇到熱納弩手 也是停產 好,那一打一人這邊是 也點到了大洛瑪 三級馬卡,增幣技術 金瑞,熱納弩手也補下了 好,這裡挖石技術也點下 好,裝滑技術補了 一打一人,這裡稍微低村 村民有點過多 還沒有要開戰 這邊先偵查一下 可以稍微打一下 可以槍兵掃 回頭打下七針賺點血量也不錯 看三級攻還沒有好 輸出還是有點差的 好,兩邊一路濃到了40分鐘 西班牙頂下了霸權科技 待會就可以用村民當作軍事單位 好,西班牙人 這裡也補下了步兵科技 記憶兵也在慢慢屯 因為看到對方有轉大洛瑪 剩下步兵鎧甲 戰毛兵先去打前線的勒納弩手 勒納弩手這邊 直接遠低反擊 加上前線的大洛瑪 解掉戰毛兵的速度非常快速 好,勒納弩手這邊還在後面繼續輸出 但是巨型投石機數量很多 這裡有一台火炮 但火炮被巨型投石機平掉了一台 好,這一波是由意大利人拿到了第一波的衝突勝利 西班牙人直接點下了二攻 待會要補三攻 而且還補了三台火炮 哇靠 科技這場是攀得有多快 意大利人只剩下步兵跟弓兵鎧甲沒點完 這個前面正是龍過頭 也不到龍過頭 跟其他的比賽比起來 這場比賽真的是兩邊偏濃 好,意大利人這邊是37隻勒納弩手 西班牙人這邊用火炮 是比較好解決勒納弩手的 意大利人這邊火炮又折扣 所以火炮長期打下來 誰輸誰贏還不知道 而且西班牙人火炮攻擊速度很快 打到一發有點殘血 這邊想要打破工程器製造所 藉此進去 後面的村民想要蓋一下石牆 但是被弓納弩手也勸退了 好,這邊大洛馬上去 要不要先點掉投石車呢 先點投石車 好,一打一人 這裡也轉出了步兵台甲 待會應該是有機會看到傭兵出場嗎 而且傭兵打西班牙征服者也很痛 打這個火炮也很痛 轉傭兵確實是個好選項 好,不齊弓火槍火炮 只差火槍沒出來了 意大利人能把自己出的東西都出了一輪 好,左邊右邊有一個小打鬥 待會...欸這個西陣怎麼在 挂機 好,這邊看一下小打鬥 哇,這個城門來得及尾嗎? 有,很極限 三台巨型投石機 圍在這個地方 還是火炮 火炮有沒有在後面 好,看起來還沒有來 但是肉馬還是溜了進去 慘掉了三台 這怎麼會有洞啊 三台巨型投石機 傷身發掉了 西班牙征服者依舊在這個高地站崗 好,遇到勒納農手還是要點退的 好,後面一些肉馬進去 但是被騎兵解掉了 看起來防守還是做得很好 右上角的金礦處 村民又再次被抓包了 好,這裡傭兵 看一下傭兵能不能做到一些事情 好,死一隻勒納農手 現在數量越來越少了 要不要補謝勒納農手呢 那義大利人這邊經濟有點慘 只剩下70塊黃金 西班牙這邊是存了一大堆黃金 一直在用垃圾兵跟你換 黃金兵很多 補垃圾兵更多 黃金存到2000多塊 這裡買賣了一波 找到這邊賣了很多資源 好,點下了三級的弓兵鎧甲 也是想要防守一下勒納農手的血量 不要掉這麼快 好,這個高地一直被站住 很難受 這個高地不打開的話 自己就很難進發對手 要想辦法把這個高地給拿下來 好,上方的城牆 萬里長城 這個卡得很紮實 直接還剩了躲槍 但是左邊這個漏洞是有點大 被城堡射出了一個洞來 現在大洛瑪可以進去裡面打了一波 好,但是正面義大利人開始有點潰不成軍 好,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這一波走進去 大洛瑪又要繼續除個一波 現在西班牙人直接用村民去應戰 哇,這個村民要砍好久 西班牙人的霸權科技讓村民的存活 存活率提高了很多 大家一人受不了了 點下了印刷技術 待會要來開始烏魯魯 待會要找誰烏魯魯呢 要不要點個救贖思想 找想一下火炮 西班牙人這邊大思想繼續補 正面這裡犧牲有點空不太好 直接衝到了城堡下方 左邊大洛瑪還在砍 但村民速下降並不明顯 只是大概少了20村左右 這20村騰出來 讓西班牙人的軍力反而提升更多 以打正面來說的話 西班牙人現在不會輸 只有現在 那這裡有火炮偷偷走進來 看能不能拆除城堡 這裡補了一些馬舅 想要原地在西班牙家裡 慘大洛瑪 這裡演軍的策略還不錯 這裡城堡好像有機會被拿下 右邊這個城堡有點危險 被拆掉了 上方這裡為你長城放棄了吧 傭兵趕快過來打架 這裡又有大動作了 這裡是直接要去產人家的附金 應該是野金了 這個金礦在這個位置 中間這個區域 現在有點被塗入了 沒有這個城堡之後 中間陷入有點危險 但西班牙人還在繼續進攻 希望可以透過換家 逼對方的阻力回來 但西班牙人這裡是完全沒有這個想法 你敢A我也就敢A 但是他到這邊順利收掉了一台巨型投石機 進攻速度可能會稍微慢了一點 但這邊直接要有產能 這邊產能被壓住 意大利人會非常難受 這邊還有四個馬丘 可以繼續產生 這個聖物被打出來 西班牙會很虧喔 這雷應該是意大利的目的 先把你聖物打出來 然後帶你去煩惱 抓你怎麼守 現在家裡需要非常大量的傭兵 才有可能守得下來 待會傭兵也要先去打後方的 西班牙征服者 才有機會拿得下 但是西班牙人家裡也是一片狼藉 到處都有洛馬在亂竄 右邊城堡又要再拆除了一個 這邊吸針數量 一刀兩刀 四刀一個吸針嗎 這麼強的嗎 這個傭兵 這應該是高打低的結果 那義大利人這邊是繼續轉出大洛馬 但是支援已經完全見底了 只剩下兩千多的木頭 肉類也不太夠 黃金也不太夠 但是這邊進攻還是不能停止 這裡只要一停止 自己就沒呼吸了 那同理西班牙也是 西班牙這邊進攻也不能怠慢 要趕快繼續開拆 那又要想一下辦法 這裡有五台火炮 大量熱娜弩手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輕鬆拿下對方呢 結果這邊熱娜弩手 沒有用變成站崗姿勢 送掉了這些啊 好這一波衝鋒 看一下熱娜弩手 不是 大洛馬沒有解掉 去群同時機有點可惜 熱娜弩手在後面慢慢產生出來 他能用熱娜弩手解西班牙征服者還是比較快的 大洛馬再繼續往前 熱娜弩手數量慢慢起來了 這裡有十二隻喔 但是沒有往前 有在輸出的只有四隻 但是這四隻就解掉了這麼多西班牙征服者了 效果還是不錯的 而且前方已經沒有擊兵了 沒有擊兵 就意味著前線的進攻要失敗了 但是相對來說 家裡也會兵力比較多喔 人口疼痛出來 待會就可以出更多槍兵跟戰毛兵 在家裡防守 這四個生物要找個機會趕快撿回來 西班牙人這邊賭下了三級馬凱 二級馬凱 三級馬凱待會也要補一下 這邊也有大洛馬在騷擾義大利 開始轉洛馬 西班牙人這邊村民宿只有126村 可能要再補一下村民宿才行 至少要補到130 會比較穩定一點 才可以實現不斷兵 然後一直給對手壓力的打法 這裡義大利人直接翹翠 看來正面是擋著 對方家裡兵力越來越多 自己家裡也稍微受到了騷擾 好歐馬繼續跑 這邊村民趕快再安一些 好現在進入角左站 非常大後期了 時間已經來到了56分鐘 兩邊還沒有一個極大的進展 雖然左邊已經拆掉了很多 但是聖物沒有被幹走 所以西班牙人還是有機會可以拿下比賽勝利 已經越到後期了 聖物越多一房 越有機會贏了 現在看起來是義大利人一直在進攻 但是這邊進攻已經被阻擋掉了 這裡被阻止的情況下 還有機會反殺嗎 這裡火炮 這個火炮有點尷尬 明明在高地 但是被兩炮打到 還是得回家 這裡補下了三個軍營 西班牙人可能要在前線補一些槍兵 後期西班牙的垃圾兵是非常強的 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一大利人這邊就顯得比較弱一些了 他只有重裝長槍兵 沒有擊兵的升級 這裡 好 這裡 火炮要不要預判一下 這一坨 這一坨打下去很舒服 好 上方大肉麻稍微晃一下 好 長兵過來 起一下 起一下 上方有點沒有辦法擋住嗎 感覺這些村民一直在亂竄 好 但熱量怎麼不收 要小心 趕快盡可能的保存數量 這是一大利人最後的波紋 左邊又有大肉麻在進攻 哇 西班牙系內都是肉麻 倒數都有肉麻在砍 看來職業選手的多線還是更厲害一點點 好 右邊 三台火炮 開始拆除這根城堡 這裡要小心 再一炮打下去的話就 就 就圍了 好 一大利人這裡是補下了 傭兵 這裡傭兵是 直播頭了 傭兵要繼續補 傭兵現在還是很好用 這個火炮啊 西班牙征服者 都是很好用的單位 但是打戰毛兵也是傷害不錯的 基本上一大利人出傭兵 就可以解掉很多困難的問題 但是需要更多的黃金採取 如果沒有黃金的話就轉肉麻 就是義大利人一個很好的策略 戰毛兵的話也可以考慮轉一下 後期轉戰毛 垃圾大軍也是可以考慮的 後面這隻肉麻還在砍 左邊這邊 農田已經完全碰住 義大利人 村民術還是保持領先 135村 西班牙人只剩下100村了 左邊這個洞口 要不要堵一下 看起來有點危險 本來想要從右邊進攻西班牙人 但是西班牙人這邊是後方 這裡要圍起來 如果右邊打不進去 就要圍死了 這裡是有少量肉麻 好這一波肉麻再衝進去 又要再砍後方村民 現在義大利人已經不管家裡了嗎 左邊這裡 哎呀還是有管 很多槍兵 這裡有點尷尬 這裡沒有槍兵啊 趕快補一些槍兵過來 好這邊村民繼續按 村民術已經降至不滿100村了 勒納弩手 這邊是還有11隻的數量 好用兵過來 砍這些幾兵砍得很舒服 好在這邊垃圾大戰了 西班牙人應擠出了幾隻西班牙征服者 好 任下的路手往前 擊殺了一些村民 但是也被點掉了幾隻 好西班牙這裡是直接潰不成軍 被打到了城堡下方 大洞馬的數量實在太多 好往後拉 看一下要不要去 下後方的村民 好這裡是補下了更多的城鎮中心 西班牙人是不是意識到自己的村民數太少了 把村民多安一點也可以當居士單位用 可以考慮一下 好這裡村民 趕快補一下 剩84村了 好這裡五個熱奈牙毒手 開始要夾不住了 對方的吸陣越來越多 還是要轉出戰毛兵 他轉戰毛火力就會差很多 好 好 哈羅馬數量13 農田數80片田 後面的田終於守住了 但是現在西班牙人有個問題喔 如果他家裡放了越多的擊兵喔 就是意味著他這邊的兵力就越少 所以這邊是要思考 到底要先保哪裡 那如果這邊先保家裡 先農起來的話 家裡外面就沒了 也是要打GG的 這個就是勢力我二 後期的沒黃金的問題 很難打 人家守外面 家裡就沒兵 家裡沒兵就會被騷擾 家裡一堆兵 外面就沒兵 這問題是一個非常難受的問題 好 義大利人這邊農田 村民處理補到148村 好像補了有點過頭 從補到了150村了 結果這個村民怎麼直接 往義大利人家裡衝 這個集結點好像射錯啦 好 看起來義大利應該是十拿九穩了 西班牙的村民處只剩下67村 這裡洛馬還在砍 一直無盡的去騷擾 好 這邊又砍到了幾村 剩68村 經濟來到了緊繃 所有的資源都佈滿4位樹 當然西班牙這邊的黃金樹 慢慢挖了起來 哎呀 黃金居然還有1000多塊 看一下是 找到這塊黃金了 好像不是這個黃金喔 好 那義大利人這邊應該是十拿九穩了 黃金樹這麼多 火炮 巨型頭司機慢慢出 你回農 我就拆你家 你回農 沒有兵 結果完全擋不住我的進攻了 但是西班牙人這裡還沒有放棄 努力出槍兵跟戰矛 連肉馬都出不起了 現在按村民就是極限 好 但後面木頭也挖完了 待會木頭都要往前挖 OK 這片木頭剩最後這一片 好這一片 這兩片木頭挖完 就要來正面決戰木頭了 好 速速開拆 好 螺奶弩手 數量回到了12隻 這邊高打低 打螺奶打槍兵速度很快 買了一百 不是我以為他買獅頭 沒有買獅頭 所以是買了一百木頭 就是他有錢可以買木頭 西班牙人这边打出了GG 最后意大利人出了440只的肉码 砍烂了西班牙人 结果这边意大利人打西班牙 也好像没有到非常好打 傭兵的花费实在是太贵了 西班牙人这边火箱 还是可以借由甩枪 去解掉这些傭兵单位 最后还是意大利人这边更胜一筹 左边骚扰右边骚扰到处骚扰 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是由意大利人 拿到了经济上的胜利 黄金稍微输了一些 对方有四胜物这无可奈何 军事方面来到了1.01的KD 两边KD真的是差不多 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助下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